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亲自处理 是 凤行阴下 将水盆又端了起来 准备和少婉一起去照看墨渊 谁给我 你也出去吧 少婉结果水 肩上的伤口一受众 有些裂开了 少婉疼得咧了咧嘴 还是固执地转头 拒绝了凤行的帮助 凤行看着少婉这副模样 也知道少婉此时必然是难受得很啊 怕跟随少婉的日子很长 少婉的脾气 凤行才是摸得最清楚的那个 凤行没有再劝 只是悄悄地退出了魔宫 去找小燕娇传达少婉的命令去了 房内 墨渊伤的着实不清 东华还真是 刚刚少婉没有看到墨渊的伤势 心里多少还有些理智 但此时 少婉的心里已经是满满的心疼了 忍不住地想要吐槽两句东华 晚晚 墨渊的声音虚弱地响起 看到眼前的少婉 嘴角弯了弯 想到东华说的苦肉计 努力地装得更虚弱了些 对 不起 我 可能要不行了 呸 那就不行了 你快闭嘴 墨渊的伤势完全超乎了少婉的想象 她本来多少猜出了东华和墨渊打滴什么算盘 无非是苦肉计 引得自己心疼罢了 只是这苦肉计是否太真实了些 少婉现在看着墨渊的伤 有些犹豫地认定自己想多了 因此对墨渊的童戏更为纯粹 少了借地 晚晚 在 叫我一声 阿渊 可 好 墨渊断断续续地道 现在墨渊确实身上的伤确实不清 但还不至于连话都说得断断续续的 不过她这副模样倒是让本身有些怀疑的少婉 彻底推翻了自己的猜想 墨渊重伤 必然不是二人的屎的计谋 少婉如是想着 主动地握住墨渊的手 声音仍有些沙哑 阿渊 一声 阿渊 叫得墨渊是心花怒放 差点就忍不住激动地起身拥住少婉 克制住自己的墨渊 继续装出虚弱的模样 缓缓地握住了少婉的手 被墨渊这么一握 少婉全身一正 随即便想要将手抽回来 但看到墨渊眼中 净乎于卑微的祈求 少婉强迫自己没有动 任凭墨渊拉着 我知道 你就是想框我心疼你罢了 少婉瞪了一眼继续虚弱的墨渊 墨渊文言有些心虚 敏了敏嘴唇 没有说话 少婉见墨渊这副表情 瞬间明白过来刚刚自己推翻的 东华墨渊苦肉计 乃是事实 少婉将手从墨渊手中抽了回来 拿着一方四帕起身 准备去沾些水 替墨渊擦一下脸 就算是苦肉计 墨渊这一生的伤也是真的 少婉也是做不到做事不理 晚晚 别走 墨渊见少婉转身 以为少婉生气了 忙撑着身子想要起来 那和伤得确实重了些 猛然低回原处 嘶 哎呀 小心 你放心 我不走 少婉听到墨渊的声音连忙回头 恰巧看到墨渊跌落回去的一瞬间 心静也跟着一揪 下意识地开口安慰 然后扶着墨渊躺好 威胁道 老老实实躺着 不然就给你扔出去 墨渊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看到少婉肩部的伤 愧疚之一 时间再次涌了上来 抬手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少婉的肩头 有顺着剑用手背扶了一下少婉的心脏处 无妨 伤 早就不疼了 少婉微微笑了笑 冷了冷碎发 笑容中带着些苦涩 却又带着几分豁达 墨渊深深地吸了口气 缓缓地吐了出来 既然这苦肉计被拆穿了 墨渊也不再装出说话时段时序的样子 开口轻声道 伤不疼了 心总是会疼的 晚晚 从前是我负你太多 往后 我用一辈子来瞧你 我愿用我的后半身的时间 来抚平你所有的伤 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好 少婉冷不定听到这么一番告白 内心意识有被触动 眼眶不由地微微发红 总感觉一时间感动 委屈 愤怒充斥了自己的内心 很混乱 少婉只得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来掩饰自己的情绪 玩笑道 才一辈子 人家东华对凤九张口就是三生三世 晚晚 只要你愿意 生生世世 愿都愿意守在你身边 墨渊突然撕开了窍 嘴下抹了蜜一般的甜 墨渊说得很走心 眼神里尽是深情 少婉刚刚的玩笑 已然表达了少婉的心意 将她和墨渊同东华和凤九笔 可不就是变相地承认了她同墨渊恋人的关系 当少婉听到墨渊说出 声声事事 的时候 少婉眼眶里转了许久的一滴泪滑落了下来 少婉背对着抬手胡乱摸了一下脸 然后转过头 很认真的道 啊渊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这一次 我会好好守护你 墨渊也郑重地急于少婉回复 然后心里卸下了一块石头一斑 由于刚刚只顾着想如何哄少婉 此时目的达到了 心里一泄进而 伤口疼痛感骤然增加 使墨渊忍不住哼出了声 怎么了 用折炎的药也不行吗 要不我将折炎叫来吧 少婉既然已经明确的自己的内心 也答应了再给墨渊一次机会 也就不再掩饰自己对墨渊的担忧之情 听到墨渊的声音不对 连忙凑近去担忧地检查墨渊的伤口 叫他来作甚 以我二人在一起 足以 清秋 白纸带着一干狐狸 站在洞口迎接冬华 凤九今早传信过来 说要带着冬华来清秋小住 白纸听到信儿 命远将竹篓打扫了一遍 胡后带着凤九的娘亲一起下厨 准备亲自烧上几道菜 这般用心 倒不像是迎接孙女孙女婿 反而像是在迎接什么贵客一般 凤九东华二人缓缓从空中降落的时候 恰好白纸等人刚来到清秋洞口 帝君 白纸带领这一干小被帅向东华问好 弄得站在东华身边的凤九 有些惊慌失措 连忙攻身向自家爷爷行礼 东华也随着凤九对白纸微微攻身 然后上前伸手扶了一下白纸 道白纸帝君今后大可不必客气 本君是清秋的女婿 这般劳动长辈们相迎着十不大和情理 白纸虽和东华坐过同窗 可鄙视东华除了和少婉说上几句话 大多数时间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喝茶 要么就是在倒过他那把仓和见 同窗万年 二人说过的话去之可数 再后来东华登上天地共主的位子 那些年东华晒兵打仗 白纸也是在东华挥下抗敌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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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